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人跟我说过话 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老前辈 你别这样 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可以跟我讲 你想听听 说不准我还可以帮你呢 你想帮我 你想帮我 嗯 嗯 你想帮我 你想帮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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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朋友可以帮忙的 你有朋友 他的武功怎么样 他的武功可要比我高上十倍 就算比你老人家 要高出那么一丁点 不可能 天底下没有人比我的武功强了 怎么没有啊 还有武 高丽 高丽的武功就比你高 什么 你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高丽的武功比你高 你 小丫头 你的胆子不小吗 你就不怕我 杀了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 杀人还要问为什么 我可以帮你 你是不会杀了我的 不错 什么不错 功夫不怎么样 但是 资质不错 胆子也不小 倒是个练武的好材料 没想到 老天赏给我善坤 你可报仇的机会 原来你叫善坤 不错 不错 可是 在江湖中 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三十年 可以让人忘记一切 我善坤 就被人忘记了 好吧 快拜师 我教你功夫 你替我报仇 把这三十年的仇 都给我报了 可是我已经有师父了 你那狗屁师父 比我差远了 那也是我师父 你拜不拜 不拜 不拜 你就怕我杀了你 杀了我也不拜 你 算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当你师父不够壳 好 好 丫头 你听我给你讲个故事 听完了以后 你再做决定 从前 有一个盖世英雄 名叫 云中玉 他凭着他超人的智慧 在一个日落的黄昏 面对着漫天飞舞的乌鸦群 一时 无所感灭 开创了至今 武灵中最称鬼神莫测的 一套武功神法 最精一 你说的这个我已经听说过了 怎么 不乐岛的事情你也知道 你知道的真不少 可是我问你 你知道云中玉有几个徒弟吗 三个 所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实 云中玉有四个徒弟 他当年收了四个徒弟 他把武功分别传给四个徒弟 老大学的是最精误 老大学的是最精误 所以我还不适当 你控制是最精误 学的是就是一种独自 老二学的是没滑掌 老二学的是没滑掌 老二学的是美滑掌 你学的是没滑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三在老大老二的争斗中一直保持中立 但却无法防备自己的兄弟 难道三弟今天这么高兴 是啊 是啊是啊 来来来 老三在老大和老二的斗争中一直保持着中立 今天 今天我高兴啊 是啊是啊 大哥你少喝点啊 嗯 大哥 你少喝点啊 没关系 来来来 但却无法防备自己的兄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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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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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就这样 高丽本来是老二 现在成了老大 二公一刀由老三变成了老二 可是风来仪并不使剑 我还听说高丽是一个特别聪满的人 风来仪已经炼成了无形剑气 她即使用琴或者别的什么 都可以形成剑气来伤人 你说高丽 他们说她是个粗人 那就大错特从 真正的粗人武功是不会达到她那样的能耐的 老前辈 你还喝酒 为什么不喝 这么好的酒不喝 岂不是抱前天悟吗 老前辈 你难道忘了 你的腿是怎么被人废掉的吗 我怎么会忘呢 要知道这三十年来 我是一天也没有忘记过 这就对了 如果你不喝酒 如果你不喝酒 就不会发生那天的事情了 酒会误事也会误人 为什么 这些话 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呢 那是因为他们都怕你 好 小姑娘 你刚才那句话比金字还宝贵 我永远感激你 那你就可以不逼我拜师了 为什么不逼 那如果我还是不答应的话 你还是会杀了我吗 当然要杀 感激回感激 杀还是要杀的 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不乐倒的人什么时候讲过道理 既然这样 你就怪不得人家废了你的腿 你 这么聪明的徒弟 那可不好找 就从这一点我更要收你为徒 那儿 你不要 你怎么办 这就是 我 你怎么办 这是什么匾 所以我会让你用一些设计的方法 我这是一个一个公开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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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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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江南柳家三十九世的传家之宝 江南铁狮子桥柳家 你怎么知道的 铁狮子桥柳家我并不熟悉 不过当年有一位秦仙之称的柳叔眷前辈 我师父说过他的 不知道师父说的柳家是不是他老人家 你懂得到不少 听谁说的 小时候王府里的院士告诉我的 封仪 你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 来 给三位皇方上茶 要最好的茶 是 三位皇方 请坐 我这就请出我家主人与三位见面 你的主人是谁 哪一个 毕主人姓高 一会见面你们就知道了 高 哪个高 主人是要我们来念经文的对不对 对 什么事我就不清楚了 等会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来 几位 坐 我这就去请我家主人 这个怎么回事 不知道 这是 这么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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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ть 声 echoes أ 嗯 翁太来 进来 鬼鬼祟祟的 我只跟你说了多少遍 在我练功的时候不要来打扰 你就是不长记性 是 有事禀告伯乐之主 伯乐之主要我找的那些喇嘛 我都给您找来了 一共三个都是来自天竺 他们都是天竺人 是 他们来中原已经很久了 都会说汉文 伯乐之主 您找他们干什么 是不是讲什么经 做什么法 这就是我家不论之主 坐吧 随便坐 你出去吧 把门关上 不许任何人进来 是 你说的是所有的人都不能进来 你不长耳朵 知道吗 我说的任何人 当然是所有的人 要是有一个人进来 我就拿你试问 去吧 是 走 快 走 你让我们来干什么 我们是喇嘛 天竺的喇嘛 我们给你们的和尚是不一样的 对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找的就是你们天竺的喇嘛 我找和尚干什么 你们给我坐好 坐好 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这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 这没有道理 为什么要关起来 别走 给我闭嘴 金的 要给我们 你们三个人之中 谁精通天竺文字 我们都是天竺文字 当然都会天竺文字 好 光天竺文好还不行 还要汉文好 能把天竺文翻译成汉文 这个我行 我聪明 我也行 这个我比他们都好 我也行 好 很好 我这有卷东西 上面是用天竺文写的 你们三个把他用汉文给我翻译过来 写好了 金子就是你们的了 这是真的 过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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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姐姐 青青 花生姐姐饭来了 不想吃 青青 你帮我多盛一点饭来 好 花生姐姐 你可真能吃 而且还吃不泡 你来啦 你为什么不逃 我为什么要疼 你为什么不逃 说得好 小丫头不简单 你到底是什么人 先吃你的吧 边吃边说 味道不错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到底是什么人 封老四为什么对你那么好 封老四 封老三也好 封老四也好 总之她就是封来仪 她说我是她女儿 什么 你是封来仪的女儿 你是封来仪跟柳树卷的女儿 什么 封来仪是柳树卷的妻子 难怪 难怪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没想到封来仪会是柳树界的妻子 小丫头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知道 是封来仪自己一厢情缘说我是她女儿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朱 叫朱翠 朱姓 那可是我不姓你 我父亲是婆娘王朱又堂 这个是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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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想 不对 还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和这个有练习的 不对 应该是这个和这个有练习的 对不对 实在是太难了 怎么样 都翻译好了吗 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没有见过的文字我们不认识 真是不认识 太难了 难道这上面写的不是天竺文 你们不是天竺人吗 这个是天竺的字 可是是古时候的秘密文字 这个不是现在的天竺字 这些字都由谁认识 我想只有那些搞秘文的人才知道 别人不知道 请您原谅 这真是不认识 这真是不认识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这个精致的事情 送给你们 真的套户了 这就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代表我们的匈奴曼托 谢谢你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师叔 三位活佛 先喝茶再走 喝茶 茶是好感性 香 好喝 一事不凡二主 你送他们上路吧 好喝 好喝 原来如此 你到不乐岛就是想救你的母亲 我一定要把我母亲救出来 你想从这个岛上飞出去 别做梦了 这是不可能的 无乐岛的情况 我最清楚 别说你们这些人 就算是一只鸟 也休想飞出去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我就不相信 难道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能从岛上逃出去 当然 也有例外 我就是个例外 一个唯一的例外 这三个人我太清楚了 也许封老四 也许封老四 还有点人味 可是那两个人 真是可恶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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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可恶之急 你不用多 我该怎么办 难道我就不去不乐岛了吗 你不想做什么 你想什么 你只想从我这得到 却不想付出 是吗 你说什么 你只想从我这得到不乐岛的内幕 而你不想尽你的义务是吗 什么义务 你不想做我的徒弟 就是怕我让你帮我做事 没想到我这么多年没出来 现在的女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是的 那是因为我不够资格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是因为道义 我拜了一个师父就不能再拜另外一个师父了 你的师父还活着 幸亏他死了 不然真有这么个臭规矩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不做我的徒弟 我照样杀了你 做我的师父可没那么容易 我不能做你的师父 天底下还有谁能做你的师父 并不是谁的武功高 谁就能做我的师父的 做我的师父 做我的师父 还要有什么条件吗 要有德有智 最后才是武功 武功正好说 得智怎么判断 我有办法 不行 按照你的办法 我永远做不了你的师父 我要用我的办法 那可不行 咱们一人出一个题目 我胜了 你就拜我为师 要是一人胜一题 这也是 那就出三个题目 三盘两胜 好 那就一言为定了 嗯 嗯 这个疯老四 又在想男人了 天辈 你可不能动 一动你就输了 不用你说 我当然知道 小丫头跟我比进宫 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我老人家一个人呆了三十年了 还进不下这么一会儿吧 前辈 你就等着瞧吧 对了 前辈 你反正坐着也是坐着 不如跟我讲讲风来仪和柳树娟的事情吧 小丫头 你太狡猾了 总想跟我耍心眼 好吧 反正你也要做我的徒弟 有些事情早晚是要跟你讲清楚的 现在跟你说也没什么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时候 风来仪还是窦寇年华 人也比现在漂亮 他认识了柳叔隽 柳家可是一个大家族 都不合 风来仪出身平凡 柳家为了大家族的利益 为柳叔隽 物色了一门亲事 柳叔隽 或于家庭的压力 就答应了 风来仪一怒之下 头身江湖 成了云中玉门下弟子 而柳叔隽觉醒之后逃婚 以秦为武器 武功也自成一派 人称秦仙 后来柳叔隽 后来柳叔隽 与风来仪重新复合以后的事情 我就不是非常清楚了 但总是听不乐道的人一路 所以也知道有些 不许多年 不许多年 大概在十多年前 柳家突然遭到一场恒惑 柳家被冥人 柳叔隽也死了 风来仪想要报仇 可连仇家是谁 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边的小家 老前辈可知道 风来仪是不是有一个女儿在战略中被人掳去了 这些事情 我就不清楚了 怎么 你还真以为你是风来仪的女儿 我是不相信 不过看她的样子又不像是跟我开玩笑 你如果真有这么一位母亲 说不上是福还是祸 是不是因为她的性情阴晴不定 以前她倒不是这样 可能是柳叔眷死了以后才变的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我老人家也不太清楚了 不过她情情书画样样知晓 都是挺不容易的 狗屁 杀人就是杀人 不杀就是不杀 还玩那么多花样干什么 不过说起来风来仪杀人的手法却是真正的漂亮 比她那些乱七八糟的生活琐事漂亮多了 老前辈 老前辈倒是什么都清楚 当然 我老人家虽然腿残废了 可是心没有残废 这不乐道大大小小的事我全听着全看着 就是她跟吴明那些乱七八糟的琐事我也知道 她跟吴明 你不知道了吧 老前辈 说来听听 上了以后再说吧 现在我老人家 睡一会儿了 小姑娘 你在耍花招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人来 这人一来 我老人家就得躲起来 是不是 那你可认输 那个人 不是我让他来的 不过要躲 还是你自己要躲的 好 好 坏山姐姐 你在干嘛 练功 那你焦焦情情好不好 好啊 坏山姐姐 坏山姐姐 你不开心啊 你不开心啊 快点 万尚姐姐 你在看什么 琴琴 这里有没有竹子 竹子 有 那我们用竹子做些好玩的东西 好吧 带我去 花生姐姐给 行吗 可以 谢谢你啊 琴琴 不谢 可是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玩的 琴琴 你有没有黑线 有啊 小丫头 这第一账你已经输了 还有什么花招 你尽管使出来吧 你可别忘了 我还剩两次机会 好 我老人家就再让你一次 你接着出题目吧 我要跟你比 比琴琴了 什么 你要跟我比琴琴 小丫头 你是越来越不聪明 你这简直是自讨苦吃 哦 那个皮丁 好 比就比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比琴功 看我们两个谁能先到达那边那棵树 好 我手三下开始了 一 二 等等 怎么了 你害怕了 你要是害怕的话 现在认输也没关系 好像有什么不对 什么不对 丫头 这竹片子是什么时候多出来的 以前 从来没有过 明明是一直都在这儿的 不对 以前没有 你老人家记性不好吧 我明白了 你是在找机会 一定是你的轻功不行 如果你真的害怕的话 那我们就换另一个比赛方式好咯 怕 我老人家什么时候怕过 那就来 行 好 你干嘛 想耍赖 你怎么可以比我多站住这么一块去 我老人家 那就退后一步 不占小丫头的便宜 那也不行 我们的比赛一定要公平合理 要不然某些人会输得不服气的 有些小丫头的口气可真大 好 开始吧 开始了 一 二 三 小丫头 你耍我 我们的比赛只中结果不中过程 要怪你老人家自己不小心 要怪 只能怪你老人家自己不小心 现在我们打平了 小丫头 你别高兴得太早 还有一道题 这回该轮到我出题目了 什么 你要跟我比武 当然 当师傅的 当然武功要高过你 不比武怎么能让你心服口服 那可不行 既然要当我师傅 武功怎么能只比我高一点 你这小丫头又想耍什么花招 就算是要比武 也得有个限制 对吧 限制 什么限制 对吧 没关系 没关系 对吧 没关系 对吧 是 对吧 是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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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